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回來觀看史丹利的預言的遊戲影片 今天我一樣要從這個後務平台開始 然後這次要選的路是 直走上去那邊的路 那邊我還沒有去過 這邊的紅門藍門我都 玩過了嘛 好整個故事都是圍繞在我身上 除了我以外都沒有什麼其他重要的 是這樣嗎 不要再做出任何你想要做的決定了 拜託請跟著我的故事走 不是為了旁白是為了 賀 他這個賀是誰啊 女人 女生 誰啊 我不記得史丹利有什麼老婆女朋友之類的 蛤 他說他叫我把工作放一邊去 然後說有一個女的在等我 他在等我 蛤 蛤 蛤 誰啊 債主嗎 等我還錢嗎 這房間好黑喔 只有一條路啊 進去看看 我才不要接電話 這誰 這個電話是那個女的打來的 如果我真的能夠信任別人的話 拜託請接一起電話 要接嗎 這個房間什麼也沒有啊 我接了會怎樣 爆炸嗎 不要 這可以拔嗎 可以耶 我把插頭拔掉了 他講到一半才發覺 才發覺我把電話先拔掉了 他說這不可能發生啊 你是怎麼做到的 我根本不知道這有可能可以拔掉啊 我根本不知道這有可能可以拔掉啊 讓我翻數一下 說明手冊瘋狂翻數 哈哈 呃 莎莉接起電話 呃 然後他老婆衝 發現 他老婆 呃 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 原本劇本是說我接起電話 然後 我會發現我老婆在某棟公寓裡面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我不瞭解 你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不可能啊 我不相信 為什麼我沒有早點發現呢 我不是史丹利 你是個真正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現在才發現嗎 我是個真正的人 我是個真正的人 我不是史丹利 史丹利 是我一隻 所以他才發現說 為什麼 我把每一個簡單的決定都 忽視掉了 都亂做決定 他現在終於找到理由了 就是說 其實我不是史丹利 蛤 他要給我看 介紹 介紹影片 Choice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人 但如果使用不正確 這也可以是最危險的 例如 在這個情況下 一個假的真正的人 叫Steven 有選擇 什麼狗屁教學影片啊 他在幫助市民提升生活品質 給小孩子抽菸這是提升生活品質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要給小孩抽菸 還是要選擇在小孩身上點火 要選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可是這兩個決定 看起來都不太好啊 都不太對啊 對阿 對阿 他叫我轉到旁邊去跟我的夥伴說 My goodness This is 什麼什麼小 沒聽清楚啊 這不是什麼35什麼鬼 他叫我自己練習 這個是正常會做的嗎 這就是 意外發生的地點 千萬不要做出那種動作 我開始在想說我的決定 到底對這個世界有沒有真正的意義 在這個廣大的宇宙中 我做的決定根本只是 比塵埃還要小 根本沒有意義 那你幹嘛給我看這部影片啊 喔齁齁齁 這邊是什麼地方 這什麼地方 怎麼變這樣子 他開始在重建這個房間了 因為這邊原本就不是應該我來 給我進來的地方 這邊是要給史丹利進來的地方 那他現在要把我送回原本的地方 我只能跟著他走對不對 我不能開推主機去撞車 撞門嗎 把這門撞開然後逃出升天這樣 可以回去嗎 不行 敲門 沒用 撞玻璃 撞玻璃用頭撞 沒有用 跳下去嗎 欸 你們注意看那個 他的平台旁邊 對我那個圍欄圍起來了 是防止我再度自殺對不對 喔 他現在知道我的選擇 都是一些很傷人的決定 所以他不會讓我跳下去 恩 我們只需要你回家 最快可以 之前的故事 如果有反應變得更糟 幸好 這地方 並不太好處理 對 實際上 他說如果再讓我待在這邊 亂搞一通的話 做一些錯誤的決定 這個故事 會進行不下去 他現在要把我送回家 盡快把我送回家 而且這個場地 這個場所是給史丹利 擺設的 是適合史丹利的地方 不是適合真人的地方 在我造成更大的傷害之前 趕快把我送回家 這邊就有單向到了 沒有地方可以點了 一路走回去嗎 快到了 接下來我要選擇正確的決定 然後他就會把我送回真正的世界 把我送回家嗎 可是我已經在家了不是嗎 我已經在家了啊 那就是要選擇責任 然後一直把故事先放回家 他說因為這是史丹利的世界 所以我要 負起責任 選出正確的決定 讓這個故事走上正道 嗯 當史丹利站在這個房間的時候 前面有兩扇門 我選擇了左邊的門 不要 哈哈哈哈 No Yeah 壞掉了 他叫我趕快回去原本選門那邊 在發生什麼東西啊 在太遲之前 這邊開不開了 好鬼夜喔 這邊空間開始扭曲了 建設中嗎 嗯 不能關門沒有用 欸 進去已經沒有路了 那邊已經是一個死路了 所以我只能往這邊走 完全沒有門可以開 你有路 哈哈哈哈 這整個地方都毀了 我吹毀你的故事 我吹毀了 你這樣摧毀我的故事很值得嗎 很爽嗎 那時候 故事已經被摧毀成這樣了 我只有重開遊戲 我只有關掉這個世界 而且我必須永遠活在這邊 你這個該死的外來者 把我的故事都摧毀了 我必須把遊戲關掉 我必須 喔 真的關掉了 啊 逃命中 我剛剛是不是逃出來了 我剛剛是不是逃出來了 是嗎 喔 重新啟動了 欸 他還活著 跟我一起待在這一團 垃圾裡面 廢墟裡面 呃 整個遊戲都毀了 怎麼辦 他說 你覺得很好玩嗎 你覺得很好玩嗎 你把我的故事毀了 覺得很好玩嗎 他其實知道 做什麼我告訴他 他知道 如果我說要做什麼 有一個好理由 有一個好理由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你這個小屁孩 搞砸我的故事 爽 哇 ㄟ 我把他 唉 他突然斷線了 哈哈哈 我把他辛苦製造的 故事全部整個回了 他又把我送回來了 我只要跟著他的指示做 一切都會...沒事的 他走進了左邊的門 蛤? 電腦爆炸了嗎? 誒 他這次不廢話了,直接把我送回來 他不想再跟我廢話了 跟隨我的指令 你會沒事的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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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可以再整他幾次 靠,他現在都直接把我送回來,我一定要走左邊了 我已經進去兩次了嘛,好像沒有用了 沒有什麼影響,沒有什麼變化 恩 我突然想到,這是我在遊戲中第一次照的指令座對不對 繼續走吧 沒什麼改變啊,跟剛進來的時候一樣啊 噢 噢 這是真正的辦公室 一樣沒有人 然後他要走去,史丹利要走去史丹利BOSS的房間 希望那邊會有人存在 往上走前往BOSS的房間 下面能不能過去啊 開封不了,開不了門 噢 噢 原來BOSS的房間長這個樣子喔 在樓層最頂端還有這麼高級的木製房間喔 這個門呢,沒有標示啊 這是秘書的桌子對不對 我不能打嗎 不能按嗎 按出一堆秘密 BOSS的秘密 鎖死了 跳窗 不行 這是BOSS房間 綠色的耶 外面的牆壁是紅的不是嗎 我沒有發現任何的人類存在 我沒有發現任何人在這 他沒有發現任何人在這 直到我看見一道門 破爛的門 有一個鎖嗎 這鎖嗎 喔 我知道密碼 他曾經看他的BOSS 密碼是 NICE SHOCK 115 史丹利從來沒有訓練過要講話 史丹利從來沒有訓練過要講話 從來沒有訓練過要講話 他深呼吸 他深呼吸然後說出了密碼 NICE SHOCK115 我講啦 欸 NICE SHOCK115 YO YO 我講啦 我可以打字嗎 NICE SHOCK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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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N 那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你有選擇,你能夠往右邊走 你能夠做什麼都要在那裡 為什麼你來這裡? 說話! 說給我一點點! 說給你一點點! 你傻丫! 他說,說什麼,說一些東西出來啊! 你這個笨蛋,你這個懦夫 話都不敢說嗎? 我說了啊! 那你嚇個玩玩fight! 但是沒有反應! 那你... Is everything OK? 這是史丹利嗎? 史丹利不會動耶! I need you to make a choice. I need you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The end! The end! Thank you for playing the Stan Lee problem! 啊啊啊啊! 這是什麼結局? 這什麼結局? 這什麼結局? 所以這算是我贏了嗎? 我贏了嗎? 蛤?我是不是應該Hooray 一下勒? 這什麼鬼啊? 我看見一個小小史丹利在這個畫面上 就在下面那邊 然後都不會動啊 然後旁白在求他拜託你做一些決定吧 拜託你 進行下去吧 所以真正的史丹利是不會動的嗎? 還是說這次在暗喻說旁白其實是很孤單的人 他需要一個人配合他的故事一直走下去 如果你都不動的話他會非常傷心 OK I can wait You need time to decide Time to make sure your choices is correct That is the best choice 選擇啊史丹利 選擇你最好的選擇 我會等到你做出決定為止 你要花多久都沒關係 沒啦 欸?換地圖了喔? 結局了嗎? 這個 剛剛那扇門真的可以開嗎?剛剛那扇門 而且我對著麥克風狂講了 9SHARK-115 是我發音不標準嗎?不可能啊 我回來了遊戲結束了 靠 剛剛那個地方怎麼回事啊 我麥克風確實有接上 沒錯吧 對啊你們聽得到我聲音吧 我不是在跟我自己腦中的自己講話吧 我不是在跟我自己腦中的自己講話吧 天啊 而且剛剛是一個Ending欸 那應該不算是Happy Ending吧 應該算是 No more Ending Band Ending 所以今天的史丹利預言 就在這個Band Ending的情況下 結束了 真的是玩到最後真的會這樣欸 OK啦那我們下一部的史丹利預言再見 掰掰